皇帝内经终早就指出 从这个记载中 可以看到中国古代 就已认为毒药是公邪的 而无毒的食物骨 果 醋 菜等 能补经义气 在脾胃不足之症 更是这样 前人用食补的例子很多 在食疗本草 百病食疗等书中 记载了许多具有补益作用的食物 如赵学敏在《本草食疑》中讲的 米油滋因 功胜于熟地 米油者 即是平日煮饭中的米汤 食补的好处 脾胃虚弱之症 可出现难少负账 二便不调 面目浮肿 少气威严 肢体瘦弱 抗病力差 甚则百病犹生 其轻则食补即可 重则致以方药 唐代一家孙思苗说 食能排斜而安脏腑 月神爽至已滋气血 而药性刚烈 犹若育冰药事有所偏助 令人脏腑不平 亦受外患 一日三餐的正常饮食 可资助胃气的增长 气血今夜的生化 从而维持人体生理健康之需求 叶酸含量第一名 吃菠菜不如吃它 防贫血 补钙质 强免疫 但忽略这一点 营养白白浪费 听到紫苏菜这个名字 想必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 尤其是热爱养生的女性朋友们 紫苏菜不仅可以补钙 还可以剪汁 剪汁餐里面最常见的蔬菜 就有紫苏菜 但是紫苏菜的功效 可不止这几点哦 和侯老师一起看看这种紫色蔬菜的营养价值吧 紫苏菜的营养价值 亦传说中的长寿菜 因为苏菜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且亦被吸收并且长期适量食用 可以改善体质提高免疫力 所以它还有一个别名 叫做长寿菜 二促进骨骼生长发育 紫苏菜叶酸含量很高 而且富含亦被人体吸收的钙质 对牙齿和骨骼的生长 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现来中铁和钙的含量比菠菜高 又因其不含草酸 所以其余营养物质亦被吸收 非常适合老年人补钙 也常作为骨折患者的食物 以此来加快伤势的愈合 三补铁房便秘 中老年人便秘可谓极其常见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 还经常会感觉头晕 多吃紫苏菜可以促进 肠道蠕动减轻便秘的症状 它所富含的铁 也可以促进身体合成血红蛋白 很适合中老年人食用 以此来补血从而减轻头晕的症状 四对糖尿病的辅助作用 紫苋菜中还含有大量的铁 糖尿病患者由于患的是慢性疾病 所以患者体内的营养物质 会过度排出体外 体内所需铁的含量 就达不到正常水平 经常食用紫苋菜 可以有效地补充缺失的美 对于控制血糖 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脾胃虚弱 容易腹泻的人 不宜多吃紫苋菜 且苋菜不能与甲鱼同时 因为紫苋菜中 含有少量的二墙以岸 甲鱼与二墙以岸相遇 会损害胃部健康 不仅会让两种物质的 营养白白浪费 还会导致消化不良的症状 自古以来 就有药补不如食补的说法 食疗也是历代 中国医生高度重视的 疾病治疗和预防理念 俗话说八月线 金不换 现在正是其最嫩 营养价值最高的时候 叶腺菜 乡人称之为秋碧蒿 有着长寿菜的美誉 腺菜富含维生素B1 B2 膳食纤维等营养素 中医认为 腺菜有清热解毒 护心明目 通力二变等功效 在古籍中也多有记载 神农本草经 煮青芒 明目 除鞋 立大小变 去寒热 滇南本草 致大小变不通 化虫去寒热 能通血脉 煮于血 小小腺菜 却是护掩护心护血管的宝贝 还能建脑 帮助远离老年痴呆 赶紧来看看养生堂的专家 是怎么吃的吧 叶酸第一名 很多人以为只有孕妇 才需要补充叶酸 其实中老年人也很需要 补足叶酸 对预防中老年人担心的中风 老年痴呆等疾病都有帮助 常见蔬菜中叶酸含量第一名就是红线菜 有419.8微克100克 是菠菜2.5倍 应计黄瓜叶酸含量只有7微克100克 是黄瓜的60倍 以护心、护血管、同型半光氨酸水平升高 是导致中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叶酸能降低同型半光氨酸 有保护心血管、预防中风的作用 红线菜富含花青素、维生素B1、B2等营养素 有助于抗氧化 对于预防动脉硬化、保护心血管都有好处 其含钾量也是在常见蔬菜前实名 为340毫克、100克 钾元素可以对抗呢 那元素是高血压的元凶之一 而补充钾元素有助于控血压 每100克线菜含钾量高达577毫克 高钾低纳有助于护心脏、控血压 而且线菜美元素含量丰富 美元素可以调节多种酶的活性 维持人体正常心脏功能、有益心脏 2、护眼明目 叶黄素是眼睛的重要保障 随着年龄增长 叶黄素缺乏会影响视力 补充叶黄素有助于预防黄斑 眼底病变 常见食物中万寿菊的 叶黄素含量最高 但是万寿菊不常见 排名第二的线菜 叶黄素含量也有14.4mg100g 有助于护眼 预防眼部疾病 线菜未干寒 有清热明目 力二变作用 用抄线菜的水熏眼睛 可以缓解眼花 视力模糊 三、远离老年痴呆 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 有1.9亿 而这1.9亿中 有接近2000万的痴呆患者 80岁的老人中 每两个人将会有一人 有罹患痴呆的风险 人的思维活动 都要通过大脑神经细胞传递 而让我们思考 记忆的这个物质就是 以鲜胆碱 人体所需胆碱 90%是由卵磷脂提供 脑神经细胞中卵磷脂的含量 约占其质量的17%至20% 且身体合成无法满足需求 需要通过外界食物 摄入来补给 鸡蛋中就含有丰富的卵磷脂 鸩醇蛋中的卵磷脂含量是鸡蛋的4倍 而且胆固醇 比鸡蛋低 可以建脑 提高记忆力 除了卵磷脂 补充叶酸也有助于补脑 防痴呆 叶酸主要存在于深色蔬菜中 尤其是现菜的叶酸含量高 叶酸能促进大脑神经发育和修复 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